女人被老爷派刺客追杀 可他却说自己怀着老爷的孩子 准备就要分娩了 刺客害怕老爷怪罪 于是他将女人锁在陶瓷仓库 然后回去向老爷汇报去了 歹毒的李江天听说女人怀孕 想着曾经有高人算过 儿子有弟弟妹妹会被分走富贵 于是他依然决定杀这个女人 女人也知道李江天不会放过自己 他用人力车撞击仓库的门 想要寻找一个安全的分娩地点 幸运的是 他终于逃脱成功了 不久后 在私庸院被李江天陷害的一潭经过此处 正好听见陶瑶中传出女人分娩的叫声 随着婴儿的一声啼哭 天空的惊雷正好炸在陶瑶上 像是火龙一般壮观无比 眼看窑洞准备坍塌 一潭冲进去救人 却见产妇正是与自己相互心意的连狱 然而孩子显然不是自己的 连狱一看是御坛大人 没敢说出自己被李江天猥亵 只说孩子的胎梦是大吉之火 以后是会给国王献上白词的孩子 等一潭想要带连狱出去 连狱却说等一下还会有人来追杀 他让一潭带这个孩子逃跑 并请求一潭守护这个孩子 就在窑洞即将坍塌的一瞬间 连狱将孩子和一潭一起推出洞外 一潭想再次进去救连狱 但是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连狱就在他的眼前被生生活埋 连逃窑房也坍塌了 他只能在空旷处对着窑洞跪了下来 由于孩子出生在陶井 一潭给女儿取名叫锦儿 他打算完成连狱的理想 要将锦儿培养成为朝鲜第一女辞将 邻居的大婶看玉潭可怜 正在哺乳妻的她 有时候也会喂一位锦儿 也因为这样 一潭将那个孩子也说为徒弟 然而一潭的徒弟不是两人 而是一男两女 由于锦儿干活马马虎虎 他主要干一些补陶瓷的粗活 不过就算这样 哥哥态盗也是将锦儿宠上了天 这让喜欢态盗的火灵很是难受 这天 两个调皮的家伙上山打猎 今天的猎物真是奇怪呀 竟然还能发出男人的声音 等到锦儿靠近一看 才发现猎物是个光鲜的家伙 还命令自己必须将他救出去 谁命令谁呢 锦儿转身就走 为了逃命 锦中的二王子也只能使机 他骗锦儿说自己被毒蛇咬到了 再不救治就会死人的 好心的锦儿只好伸出手拉对方 没想到这货竟然使坏 一把就将锦儿拉进坑里 这让锦儿正好趴在对方身上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 糟糕 看起来是初恋的味道啊 害羞的锦儿起身之后 却发现这个坏人竟然叫自己下跪 还自称是本国王子 至于什么被毒蛇咬伤 自然是他的一派胡言 锦儿不相信他 反问你为什么不给我下跪 可王子却说自己的身体不能下跪 世上哪有不能下跪的身体呢 于是锦儿就给对方示范 没想到这家伙是个老六 竟然想趁机踩着锦儿离开 摔倒后轮道他趴在锦儿身上 彼此相互又看了一眼 糟糕 竟然还是初恋的味道 于是锦儿用力将王子推开 还大骂人家是无耻之徒 此时的天气有些寒冷 两人决定钻目取火 然而由于野外生存技能不过关 这个计划只能无果而中 实在不行 锦儿只好决定跟王子挤一挤 可这个王子似乎生怕自己被飞离 寒下意识将锦儿的裙子推开 不过人家锦儿只用了三言两语 这人很快就跟锦儿妥协了 然而这么一来 初恋的味道又开始折磨人了 明明人家锦儿都已经够害羞的了 结果这个王子还故意往锦儿身上蹭 害得锦儿弹起身来 说是自己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王子倒是明白得很 他说锦儿被自己迷住了 然后还准备对锦儿弊动 可就在这时 大王子抓住了太盗哥哥 让他带路寻找二王子 一行人已经来到了两人附近 锦儿听见士兵的叫声 这才相信此人真是个王子 因为担心被株连九族 他趁对方不被使 竟然直接将王子砸晕了 巧合的是 大王子此时踩到了陷阱 太盗趁机逃跑 而锦儿还以为王子死了呢 一听却发现对方呼吸正常 正好太盗哥哥找过来了 在太盗的帮助下 锦儿逃出了坑洞 一出来就跟哥哥撒娇 另一边 大王子终于挣脱陷阱 还用搞笑的姿势排掉尾气 等到妹妹跑掉之后 太盗才招呼士兵过来救二王子 二王子醒过来 却问旁边的漂亮女人去了哪里 害得王兄笑他遇见了九尾狐 锦儿一溜烟跑回家 偏偏王子又找上了门来 原来是在荒野狩猎的大王饿了 想要在这里找一些饭吃 而锦儿只好躲进厨房里 可大王只看了陶瓷碗一眼 就认出这是一坛的手艺 最后一坛只能出来迎接大王 国王对当年的事情有些愧疚 直接让一坛官复原职 让他回思永远继续制作陶瓷 而锦儿看着国王竟然认识爹爹 觉得今天的惯事也太多了吧 不巧这一探头 又被二王子看见了自己 锦儿又躲回厨房 火灵则负责挡住二王子 好在国王要回去了 于是锦儿担心的株连九族终究没有发生 国王回宫后 关于册封谁当世子 大臣们吵了一轮又一轮 国王比较重用二王子 他把二王子身为私庸孕妇提掉 负责此次的祭祀用品 传家宝是一口坛子 国王让二王子摆到祭坛上 李江天想要包揽这次祭祀的陶瓷 却发现二王子将制作权交给了一坛 锦儿那边 兄妹两人坐在院中等待开会 然而锦儿一打盹 竟然靠在了太道身上 火灵端来西瓜 不知是不是穿越到现代来买水果 看着两人这么亲密 火灵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下去 今晚的家庭会议 害怕王子的锦儿 竟然被爹爹带去王宫 火灵倒是想认识王子 偏偏师父却说王宫太不安全 他让火灵先回家一段时间 第二天 兄妹两人送别火灵 然而在锦儿看不见的地方 火灵竟然抱住了太道 说是虽然得不到太道的心 哪怕只是抱一次也好 而火灵回到家 看见爹爹又赌光了钱 债主都打到家里来了 为了替付还债 他请商团航手带走自己 说是自己很会看此起 航手一看这个女孩说话如此淡定 于是就这样接收了火灵 锦儿睡前 又缠着爹爹给自己讲娘亲的故事 爹爹总说娘亲是个漂亮的女孩 她跟爹爹相互喜欢 梦想是当一名朝鲜第一位女逃尸 可是话还没说完 锦儿又像往常一样睡着了 李江天井告一谈不许插手王宫祭祀 锦儿出来大骂你算老姐 却不知道此人是自己亲生父亲 锦儿再次上山打猎 却把自己变成了猎物 她躺在坑里回味着初恋的味道 想着自己竟然砸伤一国王子 真是太蠢了 不想自己刚刚爬出坑洞 竟然又看见了二王子 于是他赶紧躲到悬崖边 太盗以为二王子要伤害锦儿 于是他冲过去引开王子 两人在林中好一阵打斗 这让二王子很欣赏太盗的剑术 李江天带大王子去喝酒 还对大王子叫唆了一通 心怀不满的大王子回来后 竟然摔碎了父王的坛子 二王子捡起碎片 跑到大殿找父王汇报情况 却见父王和嫔妃一家三口齐了荣荣 早已忘记自己死去的母妃 因为嫔妃在场 二王子终究没敢跟父王汇报 他担心嫔妃顺势会害死自己的王兄 于是转而说了其他事情 可当两人刚刚离开大殿 那个刚刚害怕自己报告的王兄 如今却将责任推到王帝身上 说是王帝摔烂了坛子 气得二王子决定自己想办法解决 天亮以后 二王子上街找人修补瓷器 却又正巧碰上火灵 火灵推荐他去找锦儿 说是锦儿补瓷器很有办法 然而二王子不认识锦儿 火灵也觉得奇了怪了 明明你们上山打猎见过面了呀 这时二王子才知道 原来锦儿就是初恋的味道呀 不久后 锦儿在门口练习骑马 却被马儿甩到了半空中 不巧竟然被一个男人接住 两人相视一看 没想到竟然又是初恋的味道 一分神却让二王子摔了一跤 锦儿捡起二王子摔碎的陶瓷 想着自己可能要被株连九族 于是跪求对方放过爹爹 可二王子对他的惩罚 竟然只是弹一下额头而已 等他闭眼想要替负领罪 却发现王子已经走了 为了帮助二王子 他只好追上去 主动要帮对方修补瓷器 二王子知道这个坛子关系重大 不想让锦儿涉险 然而锦儿却不相信 修个瓷器也能领到谋逆之罪吗 于是他竟然抢走了陶瓷碎片 二王子一看锦儿这么成心 于是也就不再为难对方 然而锦儿不知道 修补这个瓷器会给爹爹带来杀身之火 等爹爹发现锦儿所补之物 一眼就认出这是王上的命根 然而锦儿竟说自己摔烂了瓷器 一坛爹坐在地上 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他让女儿不许对外说是自己修补坛子 所有的责任都由爹爹一人承担 锦儿不明白 爹爹为何会这么严肃 第二天 一坛背着锦儿去乡下找书工 两人不知道这是最后的幸福日子 书工的实力自然不是盖的 很快就让宝坛看起来完好如新 然而李江天却知道宝坛是修过的 他准备在祭祀现场举报一坛 这件宝物太值钱了 只见红木箱里套着一个红木箱 里面李三层外三层 最小的一个箱子打开以后 里面献出一个白柚瓷器 看起来是挺稀罕的 可当那官将白瓷端到国王面前 才知道白瓷依然是件皮肤 而他装着的 却是件毫不起眼的小坛子 也不知道能不能装进一只白素尊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件西式珍宝 在祭祀典礼上 却被一个年轻人指认这是翻新火 说是已经被人砸碎过 只不过是修补的技术很高明而已 王上接过年轻人手中的宝坛 他仔细端向了一边 却发现自家的宝坛完好无损 于是他让大臣们也都看看 难道是寡人的眼睛出了问题吗 此时年轻人提出请求 自称自己可以证实 王上生气的同意了 说是如果不能证实是翻新火 定要治这个年轻人死罪 年轻人领命以后 他往宝坛中倒入开水 说是不出一刻钟 用于粘着的基子白衣融化 宝坛就会露出水来了 然而干大的是 一刻钟过去以后 宝坛依然没有漏水 原来锦儿和施工修补时 并没有用基子白作为粘着剂 而是使用不常用的尼丘 就这样 因为宝坛始终没有漏水 国王准备要治年轻人的罪 眼看儿子要被斩首 李江天终于站了出来 他说自己可以证实宝坛是翻新火 王上一看是官瑶负责人说话 自然是不会阻止 可当李江天拿过宝坛 竟然直接扔到地上砸碎了 王上震怒 然而李江天却捡起词片 他让王上亲自看看修补的痕迹 王上定睛一看 才知道李江天果然没有说话 眼看这次父王准备杀人 二王子只好承认是自己干的 可王上自然不信 三四日就能做到以假乱真 这翻修技术 普通的陶一鸣师也不能做到 自己的儿子又怎能做到了 可二王子依然坚称 摔坏和修补均是自己所为 王上很生气 他让儿子再修补一次看看 不能让任何人帮忙 这下好了 二王子的谎言立即露线 此时王上猜出来了 这修补技术 只有一坛才能做到 于是下令逮捕一坛 李江天拿到了满意的结果 此时在家里 等待祭祀结果的锦儿已经睡着了 爹爹将他抱进屋里 还给女儿盖上了被子 然而一坛转身出门 却发现一群官兵围在自家门口 一坛被押往易进府的路上 锦儿追了上来 他拦在官兵面前 说是自己爹爹从来不做违法之事 然而领头之人却一把将他推开 锦儿站起来后 他直接去咬官兵大叔的胳膊 气得官兵准备暴揍进来 好在太盗冲过来将他护住 王宫里的嫔妃快气坏了 治一个补辞将的罪有什么意思 他叫利判大人推波助澜 一定要叫王上治二王子的罪 大殿里面 二王子却说一坛是被自己威胁的 他求父王放了老师本分的一坛 可国王却骂儿子不开窍 文武百官都在场 没有一个人背过怎么行吧 紧接着二王子却又反驳父王 不能因为害怕儿臣被惩罚 就随便找一个人来顶罪 这让国王很事无语 他下令二王子必须禁足 一坛被国王轻审 没罪也要被国王说成有罪 第二天早朝上 利判果然请奏处罚二王子 一群大臣纷纷附和 于是国王只好下令 除了一坛被斩首 二王子也要离京反省一年 为了就跌跌 锦儿只能敲响王宫城墙上的冥冤 国王召见了锦儿 锦儿如实坦白 当日接待二王子的人是自己 所以修补宝坛的人也是自己 跌跌一点罪过都没有 等国王让二王子对峙 二王子却相当纠结 因为一坛在狱中求他守护锦儿 眼看二王子说不出话 王上转而问李江天 这个孩子真的能修补瓷器吗 李江天为了陷害一坛 自然张口说不可能 完全不知锦儿是自己的骨肉 锦儿为了证实自己会修补瓷器 他说自己并没有使用姬子白 而是用泥丘作为粘合剂 因为姬子白会被开水融化 国王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锦儿竟能说出祭祀当天的玄机 李江天在心里也很震惊 这么完美的修复 怎么会出自一个小女孩之手 此时国王下令 既然锦儿想证明爹爹无罪 那做一个玩给自己看看 然而锦儿却又说自己不会做玩 只是喜欢修补瓷器而已 王上怒了 他用力拍桌子 这是把自己当猴耍吗 不会做玩怎么会拥有高超的修补技术 于是不会做玩的锦儿 只好硬着头皮说是自己会做 还问国王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玩 此时的王上故意刁难锦儿 要他制作一个世上最美的瓷碗 必须配得上君王的品味 不能让自己有一丝不满 锦儿哭了 他问王上如果自己做不出来 结果会是如何 国王很严肃地说那是死 小女孩看着爹爹的手机 才知道自己不是爹爹的女儿 而一谈所以告诉锦儿真相 是希望锦儿不要冒险救自己 可锦儿却觉得 养父对自己的疼爱 并不比天下任何父亲逊色 所以他要做出最美的瓷碗就跌跌 然而锦儿从未自己做过一个陶瓷碗 这一切对他来说谈何容易 日以继日的锦儿 竟然趴在泥坯上睡着了 惊醒来后 锦儿变成了大花脸 师公的几句话点醒了锦儿 对自己来说最美的东西是酒 锦儿认为最美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大王认为最美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叔公让锦儿先找出这些答案 不久后 锦儿果然做出了一个碗 然而眼泪滴在白柚上 却又将碗面滴花了 国王端向着锦儿粗糙的碗 他让李江天评价一下 李江天说收尾不够光滑 一看就是新手之物 并且白柚还被言分吸射了 国王明白了 原来不平的地方是锦儿的眼泪 国王问锦儿 这么粗糙的瓷器 你如何认定它是世间最美的碗 然而锦儿却反问大王 殿下认为最美的东西是什么呢 一定是君王的权威吧 然而君王的权威 岂是自己能制作出来的 所以自己只能制作 自认为最美的瓷碗 君王顺势就问锦儿 你认为最美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锦儿说那是爹娘的疼爱 瓷碗的底部被自己制作成无辱 那是母亲对儿女的喂养之恩 国王感叹锦儿的娘亲 一定是慈爱的母亲 然而锦儿却说没有 自己一出生娘亲就死了 所以爹爹对自己来说 既是父亲也是母亲 大王很感动 可他却说自己见多了煽情陈词 所以好像也不该只为几句话饶恕一谈 没想到锦儿竟然脱口而出 大王不能体会父母亲情 自然就没有资格坐在宝座上 国王一听脸上献出震怒 立判请求将大不敬的女孩拉出去斩首 群臣纷纷附和 国王忍住了 他让锦儿说一下理由 锦儿知道自己失言 他连芒福地道歉 说是自己认为国王就是百姓的父母 所以忍不住脱口而出 此时立判为了让二王子的罪名做事 他再次恳求大王杀了锦儿 眼看满朝大臣都不说话 二王子只好置身出来跟立判对峙 可立判却说二王子明明已经被逐出王宫 为何还会干扰朝堂之事 二王子不再搭理立判 他转而请求父王 这个女孩跟自己一样 一出生就失去母亲 他为了救父不惜以身试险 所以他应该成为亲情的榜样 国王听完后终于决定 免去锦儿妇女的罪名 另外 对于正直的二王子 国王也不再将他逐出王宫 立判又想带头出来劝阻 可国王却让他们回家照照镜子 锦儿退出大殿后 在连廊上碰到了二王子 二王子将真相告诉锦儿 说是锦儿一定是误会了 连一坛都知道坛子不是锦儿打碎的 锦儿听了很是生气 他骂二王子只是害怕被逐出王宫 竟然无视自己父女的性命 说完以后气呼呼地走了 不久后 在一进府门口 锦儿终于等来了无罪释放的爹爹 然而在另一边 二王子觉得亏欠一坛 他告诉李江天 自己准备举荐一坛到官瑶任职 二王子不知道 此举既不是一坛的意愿 也会动摇李江天的地位 于是李江天一回来 就对一坛起了杀心 这天晚上 刺客闯进一坛家里 准备行刺时却被锦儿发现了 一坛一看女儿有危险 他连忙扑倒刺客 然后叫锦儿快点逃走 没想到锦儿却用茶盆砸刺客 这让刺客对锦儿起了杀心 一坛之身跟刺客搏斗 然而他终究没有练过 被刺客一刀刺成重伤 等刺客想要伤害锦儿时 一坛却用身体护住了这一刀 而他也因此倒在了地上 就在刺客准备要杀锦儿时 二王子和太盗同时赶到 他们赶跑了刺客 锦儿得救了 但他却永远失去了爹爹 为了逃避追杀 女孩从悬崖上扔下一只鞋 以此制造假死的迹象 他跟哥哥约定五年后回来复仇 而哥哥太盗则将自己的草鞋 给锦儿穿上 锦儿自己步行前往士工家 他看见二王子急迟来找自己 只能躲在草丛背后 王子派人捞了一天一夜 却只能捞到锦儿的一只鞋 他只能将这只鞋子带回王宫 而锦儿走了三天三夜 才终于来到士工家里 五年后 锦儿变成了一个精通陶瓷的蓝色生死恋 火灵则变成了会算钱的霸气姐 太盗变成了帅气的神剑手 大王子变成了抛菜国文明的搞笑专业户 只有二王子 还躺在坑洞中回想着初恋的味道 这天 锦儿终于决定进京复仇 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男人 然后就此跟士工告别 此时的王宫里 王上刚刚接待完皇帝的时辰 首宫他给了二王子光海 奖品是一条金腰带 大王子依然什么也没有捞到 他自己去跟父王邀功 却被父王训斥他贪污捞钱逛妓院 气不过的大王子偷走金腰带 然后打着二王子的旗号 专门去各种妓院到此一游 巧合的是 一个女扮男装的假小子 也走进了这家妓院 却被招牌小妹认为 他比自己还漂亮 锦儿一边住宿 还一边卖陶瓷给纪首 他的货现在可值钱了 能换到一只大金钗 这可真是把锦儿吓到了 可纪首还问他是不是给的少了 看他不说话 于是又给他加了一个玉佩 然而锦儿还是不说话 于是老板又加给他一个戒指 最后纪首实在不愿意加 只好拍招牌小妹陪他坐落 一个妓女正好进来报告 说是二王子太能折腾人 十几个妓女都被他祸祸怕了 于是记守看二王子去了 锦儿也去偷偷看了一眼二王子 却见二王子急匆匆要逃跑 原来是立判也要来这里逛妓院 紧急时刻他正好躲进锦儿的房间 可他走的时候 却将王帝的金腰带落在锦儿房中 此时的锦儿想不明白 自己心心念念的帅哥王子 怎么就变成了搞笑专业胡 看来岁月果然真是一把杀猪刀 锦儿提着腰带出去追王子 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此时的大王子正被招牌女讨要酒钱 大王子顺手一指 就说那位公子负责给钱 说完这话就起叫离开 就因为这样 记守又转而问锦儿要钱 因为锦儿实在不懂行 刚刚换到的宝物通通又被记守拿了回去 这下好了 锦儿白送了陶瓷 完全不懂城里人这么会玩 傻乎乎的他还告诉记守 损失的钱前 自己会找二王子讨回来 第二天 二王子找不到自己的金腰带 然而搞笑哥却叫他去妓院找找 这让二王子无语极了 此时的锦儿正在王宫门口 说是自己想要找二王子 却被护卫说他没事找事 锦儿回到街上 太盗发现了锦儿 一眼就喜欢上了俊俏公子 等到锦儿回到机院门口 太盗趁锦儿不被抢走了腰带 招牌女听见抓贼生 却又将锦儿拉了进去 原来她是要帮二王子寻找腰带 二王子指责锦儿偷腰带 然而锦儿却说没偷啊 宁宁是那位大人自己落下的 自己还帮他付了酒钱 正想还回去讨要酒钱呢 招牌女也坐正锦儿说的是真话 可人家正牌二王子要锦儿交出腰带 锦儿却交不出来 只好强词夺理说自己受到了侮辱 要光海军大人跟自己道歉才行 二王子可不能泄露自己就是光海军 只好说那位大人今天出不了功 酒钱自己可以付 道歉自己也可以给 却被锦儿误认为是二王子的管家 管家就管家吧 可人家光海军道歉以后 锦儿却拿不出腰带 气得光海军差点揍锦儿一顿 好在招牌姐帮锦儿解了威 说是打架的话自己就会报官 于是两人只好一起出去找腰带 到了街上 锦儿要买最好的鞋子 说是草鞋不好捉贼 可他身上没有钱 只能由旁边的公子来刷卡 吃饭也要挑贵的卤肉店 二王子只能继续当冤大头 然而锦儿上个毛坑 竟然偷偷拿走二王子的鞋子 然后将鞋子砸给了附近的几个兵 成功嫁祸之后 锦儿立马开溜掉了 然而没多久 锦儿照样还是被二王子捉住 还用姻缘绳将两人绑在一起 这回终于老老实实去捉贼了吧 可当两人来到贼窝 对方不由分说就要打架 于是只好以连体人的姿势逃跑 然而锦儿实在是跑不快 没办法了 既然要打架只能解开绳子 然而人家二王子在打架 锦儿却躲在一边扔石头 出来时还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打架的人都没受伤 一个摔跤倒是伤着了手 这让二王子无语极了 不知是不是隐约感受到了初恋的味道 锦儿这回主动请求大人绑自己 大人却说才不要 你可是男的呀 最后锦儿自己去买药 说好大人会在这里等着 可当锦儿买完了药 出来时大人却不见了踪影 附近有人正在围观 原来是官窑张榜要招最好的杀气将 锦儿一想可以进入官窑 正好可以打败李江天卫爹爹报仇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张榜 女孩将草鞋包了起来 哥哥太道送的草鞋就是不一样 他每天都会贴身带在身边 然而转眼一出门 昨天打不过二王子的几个贼又来了 还直接夺走锦儿的包袱 太道哥就在不远处 可他现在并不认识锦儿 然而几个家伙打开颈部 却见里面包着一只草鞋 这也太香了吧 于是他随手将草鞋一扔 正好被太道接到了 太道一眼就认出这是自己知的草鞋 他狠狠地替锦儿踢了恶棍一脚 太道去找锦儿 从白天找到晚上 而锦儿身上没有了钱钱 此时只能流落在路边 于是他终于被太道发现了 然而锦儿只认得太道偷了王子的腰带 他大声喊捉贼 官兵冲过来了 太道只能捂着他躲进角落 事后 他问锦儿这双鞋子是谁的 锦儿说你既然不相信是我的 那我穿给你看好了 于是太道知道了 原来这个假小子竟然是妹妹 导演只好安排他们哭了好一会儿 二王子在针灸 满脑子还在想着初恋的味道 也不知自己为何会喜欢一个男人 第二天太道试了是锦儿的身手 发现他一点功夫都不会 竟然还要去官窑混男人圈 看来今后还得自己守护才行 太道假装说自己有事不送锦儿 却悄悄帮锦儿开了一条前往官窑的进路 路上的盗匪也被他提前制服了 官窑的第一场考试是砍柴 别人都占了附近的树 锦儿只好自己去找红松 不小心却误入王室的树林 士兵抓住了锦儿 于是他被关进了大牢里 考试的机会就这样泡汤了 因为这件事 遇到还被他亲爹骂了一顿 为了帮儿子擦屁股 李江天只好去求二王子帮忙 想要将被抓的小子捞出来 这天晚上 唠叨的锦儿一直悼念士兵 想要让人家放了自己 士兵耳朵都起茧了 只好告诉他光海军大人会来救你 锦儿一听说二王子要救自己 却又不明白这是为何 士兵只好继续跟他解释 二王子是官窑的附提调呀 锦儿想到二王子就乐了 他说二王子欠了自己好多酒钱 害得士兵以为他在吹牛 不一会儿二王子果然来了 锦儿却以为人家是管家 还问管家大人光海军怎么没来 管家就管家呗 人家光海军大人也无所谓 只说果然是个闯祸精 还要锦儿好好坐牢 看样子捞人的心思一点都没有 锦儿急了 质问管家怎能这样办事 于是他决定拿光海军的丑事要挟对方 说是自己看见光海军爱光妓院 结果却见管家说他无所谓 然后转身就要走人 锦儿只好道歉求饶 他求管家大人救救自己 说是自己的理想是当最好的杀气将 可不能错过了考试 二王子一看这人似乎有点理想 于是决定给他一次机会 说是自己会回去跟光海军大人说起 想要守护锦儿的态道去参加无举 却问考上能不能选择分配在哪个部门 可人家却说你先考上再说吧 不久后 态道果然拿了当天的第一名 却发现自己去不了官窑 只好去找火灵的老板娘帮忙 结果却发现求了个寂寞 人家老板娘更想要态道当自己手下 火灵出去追态道 他劝态道放下死去的锦儿 可人家态道却不理他 态道只好继续参与考试 只有五状元才能自己选择分配部门 第二天一大早 锦儿被放出来了 他跪在牢房感恩光海军大人 不久后 李江天父子对锦儿进行测试 依然不认识面前的女儿 泥土分类测试锦儿完美过关 于是他就这样成了官窑的一名杂役 考试结束后 李江天告诉锦儿 虽然是个杂役 但是他允许锦儿进出玉道的工坊 希望锦儿能辅助自己的儿子 就这样 锦儿成了玉道的助理 却不知道此人是自己的亲哥 可是在王宫里面 嫔妃向大王打小报告 说是光海军官窑善权 完全忽视作为都提掉的姓成君 于是二王子被迫 对同父异母的弟弟跪地道歉 等二王子在官窑门口又遇到锦儿 却见锦儿通过了李江天的考试 李江天苛刻是出了名的 看来这家小子有些料 可是傻乎乎的锦儿 却继续称呼人家为管家大人 还邀请管家大人去喝酒 可是这酒刚喝了半碗就醉 二王子也是第一次见到呀 天下还有酒量这么少的男人 因为错过了回宿舍的时间 二王子只好将锦儿拖了回来 然而锦儿不知人家是官窑一把手 竟然决定踩在马背翻墙回房 因为他骑马时的蠢阳 又让二王子想到了初恋的味道 太道的无举竟然落榜了 原来是人凭想让他保护自己的儿子 他说自己可以满足太道的愿望 因为自己的儿子也在官窑 这下好了 太道成了姓成军的护卫 大王子弹了一下手指 就想到了当上王位继承人的妙招 他先去找王帝搭讪 说话时偷到瓷器库的钥匙 准备将赠送给大明使臣的玉器占为己有 然而大王子很快又现出为难之责 偷东西丢脸就算了 自己也不知哪件瓷器是玉器啊 偏偏这时 竟有一个杂役小哥称呼自己为二王子 还说他要报答光海军的恩德 确认对方误解自己的身份后 抖击灵的大王子将计就计 他将锦儿带到仓库门口 然后将钥匙交给锦儿 说是自己要考考锦儿的眼光 若是锦儿挑不出最贵的瓷器 他就要将锦儿逐出官窑 傻呼呼的锦儿就这样上了大王子的档 这件瓷器最贵 应该先将这件拿出去交差 可是明明考试过关了 为何二王子还要自己再挑一件呢 锦儿想不明白 他又进入窟房内 却被李江天当场逮到自己偷瓷器 于是他只好坦白 自己是被二王子指使的 然而李江天找到二王子 二王子却说从无此事 等二王子得知那个杂役是锦儿 才知道锦儿定是被自己的大哥骗了 二王子随李江天进入库房 锦儿却称呼二王子为管家老爷 李江天无语了 你怎么能这样称呼二王子呢 这才是真正的光海军大人啊 好吧 二王子也终于承认自己就是光海军 完了完了 原来初恋就在眼前 自己竟然一直不知道 二王子下令释放锦儿后 李江天却找到了陷害两位王子的方法 他先要挟做瓷器生意的商团行手 让对方破坏大王子兑现 于是大王子干脆抱着瓷器去贿赂大明使臣 想让皇帝册封自己为朝鲜世子 而李江天转而去见人民 说是虽然丢了玉器 却是掉到了两条大椅 因为皇帝使臣收下了贿赂 这天晚上 大王子悄悄坐到宝座上 想象着自己现在已经成了国王 然而大王子不知道 此时使臣却又悄悄接见任平 由于对方需给他的承诺更丰厚 只要不处死大王子 他都愿意配合任平整死二王子 第二天 二王子还在戏弄锦儿 完全不知道危险已经降临 此时在王宫里 大明使臣告发大王子贿赂自己 国王又惊又怒 面对皇帝的使臣还得陪着笑脸 任平也同时会见大王子 将使臣告发的事情告诉了他 窝囊的大王子害怕掉脑袋 为了自保 他竟然答应帮任平陷害亲弟弟 而任平为了让大王子没有后顾之忧 他还假仁假义的承诺 自己定会支持大王子当世子 等大王子到父王面前告了二王子 任平却近来煽风点火 他说两位王子为了王位功于心急 实在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大王子这时才知道 任平竟然连自己也不放过 然而任平也算错了一件事情 他的儿子姓成君极其崇拜二王子 此刻正心急如焚准备进攻搭救王兄 他还同意太道去守护自己想要守护的人 然而太道找到锦儿 却阻止不了锦儿自首 锦儿承认偷瓷器的人是自己 于是两人都被关进了大牢之中 太道告诉锦儿 五年前自己就在这个大牢见到师父 若不是锦儿与二王子结缘 师父也不至于死于非命 他担心妹妹这次接近二王子 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所以他希望锦儿离开官窑 远远地离开二王子 然而锦儿却说 就算不是二王子 他也不希望别人因为自己受到冤枉 杏成君领走了太道 然后他去告诉二王子 锦儿已经出来自首 相信父王很快就会明白王兄无罪 被罚贵席罪的二王子一听 立即起身想要去见锦儿 大王子却扯住二王子 质问弟弟是不是想要将自己推进火腾 可二王子却说他要劝锦儿回去 大王子不相信 他说你们两个人是串通好了吧 二王子却不想再搭理他 跟在身后的杏成君很紧张 善离戴罪又是一项罪律 他赫令护卫阻止王兄 然而二王子却告诉姓成君 自己活到现在最遗憾的事情 是一名叫一潭的杀气将 他不求功名利禄 只求门跟女儿平静的生活 然而因为自己害怕被父王处罚 一潭妇女还是被人害死了 二王子不知道 一潭的女儿其实就是锦儿 而旁边的太道听到这些话 脸上也现出痛苦的神情 等二王子见到锦儿 他斥责锦儿鲁莽又无知 区区一个杂役竟然想要卷入王权争夺 有十条命都不够送 锦儿还想表明自己的决心 结果二王子却大发脾气 大王子见到二弟回来 既然二弟愿意跟自己分罪 他又开始想办法帮二弟掩饰刚才的行踪 然而任平算错的事情不止一件 由于贪心同时陷害两位王子 国王认出了他的居心 于是国王干脆将姓成君也列入失职人员 毕竟姓成君是官瑶的都提掉 这下好了 三个王子同时戴罪 任平却又不愿意 于是戴罪的两位王子得以解雇控告 这个王子就落水的兄弟 却发现自己的兄弟穿着胸衣 难道太平竟然是个女人吗 二王子开始有些怀疑人生了 等他将兄弟扛到岸上 才终于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不久后 锦儿醒过来 发现自己竟然没有系上扣子 想着女扮男装的身份是不是泄露了 等他一出门 王子果然问他为何化名叫太平 为何要女扮男装进入官瑶 此时锦儿只好解释 因为女人不能成为陶瓷将 然而那是自己的梦想 王子要锦儿逃跑 不然回到官瑶被发现可是大罪 没想到因为王子的这句话 锦儿跪了一整个通宵 他求王子再给自己十天的时间 大明使臣要求咱们制作保温茶杯 只要完成了这次任务 自己愿意对大家坦白身份 并愿意接受所有的处罚 二王子同意了 两人继续结伴前行 要到施工家拿一些青瓷泥 施工可不想自己珍贵的青瓷泥被糟蹋 锦儿只好用孙女的身份撒娇 这让二王子听着全身速马 返程的船上 明明都准备要被处罚了 锦儿一路上却在打盹 害得二王子又在感慨 怪不得你叫太平 原来你果然真的太平了 遇到很满意锦儿的青瓷泥 决定开始制作青瓷茶杯 然而此时 大王子来到官瑶 却听见几个杂役讨论 二王子喜欢男人 大王子悄悄偷听王帝说话 果然看见王帝不许太平去干重活 还让人家去遇到的工坊坐着 大王子将王帝叫进工坊 问他堂堂王子怎么会喜欢男人 二王子还想反驳一下下 结果人家大王子却说 王帝看太平的眼神 跟妓院的客人没什么两样 等二王子又出来看太平 看见遇到和太平相互谦让干活 他心里开始有一丢丢醋意 难道自己果真喜欢上了太平吗 工坊里的大王子却想出了妙计 准备让王帝的丑闻声名远扬 大王子分别宴请二弟和太平吃饭 说是可以见到一位陶瓷大师 他还去叫信成君来看热闹 结果 锦儿进入厢房 却见哪是什么陶瓷大师 分明就是二王子吗 二王子也没想太多 觉得大哥又在捉弄自己而已 他叫太平坐下来吃饭 可人家锦儿却不敢跟王子同喜 于是转身要走 却发现房门被锁上了 此时的大王子还在想着 这两个男人干柴烈火该有多惨烈 大热天的 他还命人点着二弟房间的热炕头 不久后 锦儿中暑晕倒了 二王子踢烂房门 当他抱着太平出来 却见大哥带来立盼想要捉奸 因为锦儿给遇到找到了上好的亲辞命 遇到现在对锦儿更好了 两人虽然不知彼此是兄妹 但是总觉得对方有着不同寻常的亲切感 遇到还教锦儿雕刻瓷器 却见锦儿刀工贤熟 哪里是什么生手 罪恶老爹进来了 锦儿赶紧避让 李江天含泪叫儿子快点逃命 大王下旨要做的亲辞已经失败了两批 这批要是在失败就要砍头了 可遇到却不愿意逃跑 要是自己当个缩头乌龟 所有的罪责都会算在父亲头上 门外的锦儿听见了谈话声 他觉得李江天在坏 总算还能是遇到的好父亲 第三批瓷器准备上幼了 李江天却不许女工无事参与 原来是当地有个传说 让女人接近桃窑会触怒造神爷 无事很不满意 遇到终于做出了六个亲辞批 李江天只看了一眼 就认出其中一个出自女人的刀工 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太平座的 点火那天 锦儿负责阻止女人靠近 可遇到却叫她参与跪拜造神爷 锦儿还想拒绝来的 结果遇到却说必须所有的男人都要跪拜 然而不久后 这批货还是失败了 根本没有办法保温 锦儿想对遇到坦白自己是女人 然而心情不好的遇到却叫她走开 李江天觉得一定是女人触怒了造神 他决定去把那个女人捉出来 二王子以为李江天要捉太平 他叫太平快点逃跑 然而胖子却跑来告诉他们 那个惹怒造神的女人被捉到 恐怕他要被李大人打死 锦儿一听立即就跑 他来到院子 坦白自己才是接近词谣的女人 李江天下令扒光太平的衣服确认 可二王子却及时赶到 他说自己已经知道太平是女人 遇到近来看望被关起来的太平 才知道太平原来是想对自己坦白身份 他懊恼自己本该可以劝太平逃走 因为李江天以词观相逼 二王子只好同意惩罚太平当关闭 然而锦儿被押走的路上 却被太盗支撑就走了 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 想要跟锦儿一起务农隐居生猴子 然而锦儿却看不透太盗的心思 他让太盗带自己去见火灵 结果他们来到商行 锦儿却看见自己的施工 原来老人家知道锦儿一定会出事 前些天已经来到京城等着了 锦儿被送走后 遇到才知道失败的秘密 原来是词谣的设计 必须跟锦德镇一模一样才行 然而这样的一间词谣至少要修建三年 显然没法应付目前的局况 于是李江天只好再次劝儿子逃跑 锦儿的施工却有办法 他跟锦儿一起改造炉灶 说是这个方法说不定能成功 现在就缺少逃避了 为了帮锦儿 火灵去见一直喜欢自己的玉道 玉道还以为火灵想要逃此 结果人家是想要逃避 得知真相后 玉道也来到乡下帮忙 不久后 两兄妹果然烧出了宝温亲慈碑 这让史臣的自尊心很是受伤 在人平面前 他表示要杀了做出这件瓷器的人 李江天一听到这 决定将功劳全都算在锦儿头上 这下好了 锦儿不仅没有被驱逐 倒还成了官瑶史上的第一位女子将 还被召进王宫进行嘉奖 太平要进宫接受史臣的嘉奖 摇身一变成了娇羞小女孩 害得二王子都看傻了 然而太平不知道 史臣骗他去景德镇 是想要在路上杀了他 遇到得知父亲陷害太平 他跟父亲顶嘴 却被李江天伤了一记耳光 而火灵来看玉岛 才知道锦儿不是去景德镇学习 而是替玉岛去送死 与此同时 二王子知道太道是太平的哥哥 他叫太道随行保护太平 结果火灵来通知锦儿时 正巧看见太道和锦儿举止亲密 这下好了 你抢我的郎君 那就去送死好了 锦儿被史臣领走了 当天晚上就要住进木华馆 火灵回到商团 得知锦儿明天启程 才开始良心发现 自己不该这样害了锦儿 于是火灵跑去告诉太道真相 转眼太道就将紧急情况告诉了二王子 两人决定一起救人 二王子先是求了一下父王 父王却哈哈大笑 说是只要史臣杀了受到嘉奖的女孩 今后自己就可以跟皇帝奏上一本 看来指望父王是不可能的了 此时在木华馆 锦儿已经被史臣关了起来 二王子跟太道联合行动 一人以王子的身份会见史臣 一人以刺客的身份寻找史臣的受贿证据 最后太道顺便连锦儿也找到了 史臣终于明白二王子跟刺客是一伙 然而锦儿却爆出他的受贿账本 于是只好任由二王子带人离开 父王听说二王子竟然大闹目滑馆 他告诉二王子别再想念世子之位 皇帝陛下肯定不会批他 可二王子却觉得无怨无悔 等二王子见到王帝 两人聊到了昨晚的护卫 才知道此人正是当年猎山上的金太道 那么他的妹妹岂不是锦儿 就这样 二王子终于知道太平就是自己的初恋 他恼怒锦儿一直不告诉自己真相 二王子找来太道 说是自己已经知道你不是锦儿的亲哥 这时太道才明白 自己被二王子认出来了 对着锦儿当年的鞋子 二王子决定等着锦儿对自己坦白 他每天端坐看着锦儿干活 却将锦儿当成了自己的小助手 一会叫锦儿擦地板 一会儿叫锦儿端水 反正太平这个假名他也能叫出亲切感 这让锦儿听着都起鸡皮疙瘩 为了亲近锦儿 二王子还要体验做陶瓷 结果人家锦儿能做出一个瓷碗 二王子却只能做出一根柱子 最后二王子的瓷碗终于做出来了 因为有些开裂 锦儿还在那儿安慰二王子 可人家王子却说他不是对成品失望 而是对锦儿失望 他拿出锦儿第一次做的碗 质问锦儿为什么还不坦白身份 锦儿又想说一通自己的理想 结果人家王子现在不想听这些 他只想要锦儿承认是自己的初恋 是扎心的那种初恋 锦儿自然不敢拿这么贵重的身份呀 那样自己岂不是要放弃理想 于是二王子伤心的离开了 可他刚刚回到工房 李江天就决定举办杂役比赛 试题却是伴尼 这让二王子又想到采泥巴的情景 等到王子出门 两人现在见面再也不说话了 然而因为没有二王子保护 现在锦儿待在吴大婶身边 立马就被吴大婶陷害 他竟然在竞赛开始前叫锦儿去捡木材 害得锦儿没有领到比赛的白土 可偏偏落榜的人就要被逐出官邀 胖子去找二王子救锦儿 然而二王子还在气头上 这要是不被逐出官邀 怎么能当老婆呢 可人家锦儿吉人自有天相 工房里有个歌要扔了不合格的渣土 锦儿立马就接了过来 于是锦儿照样还是做出了白土 然而玉道却认为渣土做不出好瓷器 于是锦儿跟玉道又起了争执 玉道为了证明锦儿是错的 他让锦儿用费尼单独跟自己比赛 二王子一看锦儿又闹这么多事 于是劝太盗带锦儿离开 然而太盗去告诉二王子一件事情 师父一坛死的那晚 凶手并不是什么强盗 而是陶瓷密卖商团的职业杀手 那个人的肩膀上应该有刀疤 只有锦儿和自己继续留在官邀 才能方便调查此案 二王子默认同意了 不久后比赛结果出来 锦儿费尼做的样品竟然赢了遇到 然而因为这样 李江天开始怀疑她是一坛的女儿 看见店里来了一个小女孩 女人却盯着人家感叹 要是自己的锦儿还活着 也应该是这个年纪了 女人进入厨房做汤饭后 锦儿盯着女人的背影很是难过 正巧这时 太盗哥哥找过来了 还叫了一声锦儿 可这家店的两夫妇看见儿子 却大骂臭小子清醒一点 妹妹锦儿已经死了 这时锦儿只好对干爹干妈承认 自己其实就是锦儿 原来面前的女人 就是小时候好心对锦儿喂奶的干妈 干妈显然不太敢相信 她对着锦儿又问了两遍 才终于将锦儿抱进怀里 随即就放声大哭了出来 可她一边哭着又一边发笑 说是自家的女儿才不会死掉 干爹则叫老婆别哭了 女儿回来还不快点去做好吃的 干爹干妈对锦儿这么好 然而锦儿却被自己的亲生父亲陷害着 李江天和火灵利益交换 他终于得知锦儿就是一坛的女儿 五年前的死亡现场不过是伪造而已 锦儿回到官窑 在院中正好遇到李江天 对方问她是不是一坛的女儿 锦儿还想否认来的 但是李江天围着锦儿看了又看 说是看着锦儿的容貌 已经找到一坛女儿的轮廓 这次锦儿终于承认了 自己确实就是五年前的孩子 确实说过想要打败李江天大人 然而锦儿刚刚说完这句话 李江天就狠狠扇了她一耳光 这一掌 直接将弱小的锦儿扇进了水池里 杂役们围过来了 然而李江天却下令 将这个傲气的女孩逐出官窑大院 完全不知道锦儿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太盗猜出是火灵出卖锦儿 他质问火灵为何要陷害自己的发小 然而火灵却说 就因为锦儿的存在 自己一直得不到太盗的心 所以他从今往后要跟锦儿为敌 德高望重的老官听回来劝李江天 希望能给自己一些薄面 然而李江天不仅不听劝 他还要公布锦儿是罪人一坛的女儿 悲愤的施工走出门外 他召集了官窑的所有人员 主动告诉大家锦儿就是一坛的女儿 工人们私下都窃窃私语 因为一坛生前是个很好的人 李江天带着儿子走过来了 大家让开了一条路 施工要李江天承诺不会陷害锦儿 然而李江天却打马虎眼 于是德高望重的施工竟然当众下跪 他求李江天放过锦儿 众人纷纷哗然 作为老姨被一把手 做到这样李江天也没办法拒绝 于是只好答应不会赶锦儿走 等到锦儿看见施工来救自己 他抱着施工就哭了出来 可施工却叫锦儿别哭 凡事都要乐观一点才好 然而锦儿刚刚解决被驱逐的困境 更加残忍的陷害就接踵而止 任平点名让锦儿给自己制作生日花瓶 还派轿子来接锦儿进宫 二王子知道任平的意思 定是想要探听自己跟锦儿的关系 临行前他叮嘱锦儿不可乱说话 不能让任平知道咱们有什么私人关系 可憨憨的锦儿却说 咱们本来就没什么关系啊 这都多久没有说话了 害得二王子又开始皱眉头 锦儿被接进宫后 李江天极度万分 他让刺客马蜂采取行动 这次他要炸掉锦儿的逃皮 任平见到锦儿 感慨二王子的眼光还真不错 然而锦儿却要求任平 说是自己想要询问几个问题 任平一听却也乐了 平常人怕自己还来不及 这个小女孩真是大胆 然而很快任平就明白了 原来锦儿是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花色 还丈量了自己手臂的长度 轮到任平发问了 他问锦儿是不是跟二王子有特殊情愿 却见锦儿不置可否 任平自己感叹着 说是男人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初恋 就因为任平的这句话 锦儿回来的路上一直想着 难道二王子心里还装着自己吗 锦儿回来后 按照任平的喜好设计了几个逃皮 火灵来找锦儿 锦儿现在对火灵有些发愁 因为他已经知道火灵出卖自己 然而火灵却直接说 虽然咱们已经没有情谊 但是自己还是会代表商团 跟锦儿恰过多出来的花瓶 毕竟被任平接见的锦儿已经明满经常 然而锦儿刚刚制作完逃皮 李将天却让锦儿自己点火 说是自己掌握火后才好完成重大任务 还能证明女人生火不会惹怒造神野 锦儿同意了 然而锦儿不知道 李将天的刺客已经在柴火中加入火药 就等着锦儿点火爆炸了 等到锦儿点燃炉火 夹在木材里的消失开始爆炸 而炉中烧炼着自己精心制作的陶坯 锦儿敲开陶瑶想要熄灭炉火 剧烈的爆炸就在那一瞬间发生了 锦儿受伤倒在地上 太盗赶来将锦儿就走 他将锦儿带到一处寺庙疗伤 不久后锦儿身体虽然康复 但却已经双目失明 就连喜欢的二王子站在自己面前 他还误以为人家是太盗哥哥 倔强的锦儿跟随二王子回到关窑 决心继续给人平制作花瓶 他用跪拜礼求大家帮帮自己 小公有第一个站出来 他自愿做水妃 旁边两人做伴泥河拐杖 二王子报名做炼土 火将老爷虽然是李将天的人 却也不能拒绝锦儿的请求 胖哥保证肢检过关 再加上早已预定帮忙上佑的五婶 陶瓷小分队就这样成立了 然而锦儿受伤后 李将天已将生日花瓶制作权交给儿子 遇到不知锦儿是妹妹 他对锦儿越来越不怀好意 任平生日那天 两人各自交上自己的作品 遇到的花瓶图案复杂 锦儿眼睛看不见 他只能交上一个素瓶 解释说素瓶能衬托出鲜花的美 而瓶内设计有多孔之家 让鲜花们不至于东倒西歪 平高根据任平手臂的长度设计 让任平插花时会很趁手 任平试了一下果然很是喜欢 遇到的花瓶实在是太高了 并且没有支架 然而任平根里将天是一伙人 所以仍然会说喜欢有纹路的花瓶 这样自己才不用整天插花 可以花心思打理后宫的事物 王上一听 立即令人将这寒酸的素瓶砸碎 就这样 锦儿被逐出官窑 太盗将他带到乡下 害怕锦儿踢到石头摔跤 太盗给锦儿绑了麻绳鹿 为了保护能看见模糊亮光的双眼 他还给锦儿的眼睛绑上白布条 然而任平却以太盗失之为由 他派人将太盗抓走 可任平刚当抓住太盗 自己的儿子姓成君却直接将太盗放了 二王子领到太盗 两人牵挂锦儿 决定一起返回乡下 此时的锦儿在院子里睡着了 他竟然梦见自己从未见过的娘亲 娘亲说他有造神言守护 只要点燃灶火成心祈祷 眼睛就可以重现光明 于是锦儿爬了起来 他摸索着找到了炉灶 用两根木柴摩擦了大半天 才终于将炉火点着 锦儿祈求造神爷让自己重现光明 作为回报 他将帮千万人制作陶瓷 不久后 太盗和二王子同时赶到 他们见到了一个重现光明的锦儿 此时的朝鲜瘾疾肆虐 锦儿发现使用传统木碗的人会生病 使用陶瓷碗的干爹干妈则生意兴隆 锦儿想明白了 原来陶瓷碗相较木碗更容易洗干净 为了兑现自己对造神爷的承诺 锦儿不再返回官瑶 而是制作便宜的陶瓷碗卖给民众 二王子巡视疫情 正好碰见了卖货的锦儿 明白其中原委后 他回王宫建议父王 动用官瑶为民众制作土陶碗 父王同意了 然而李江天却阳奉因为 他鼓动一群小弟抗命 说是官瑶向来只为王室制作陶瓷 廉价的土陶简直是辱没了大家的身份 二王子没办法 只好又将锦儿请了回来 二王子查出马峰屋内有炸药 他开始怀疑马峰与爆炸事件有关 泰道跟踪马峰 很快就知道马峰是杀害师父的凶手 然而当他准备报仇时 却发现火灵背着商团航手 正在悄悄跟李江天秘密交易陶瓷 火灵以交易重要为由 他求哥哥放了马峰一次 然而没多久 就轮到马峰被李江天追杀 泰道救下了重伤的马峰 马峰告诉泰道 李江天指使他杀的第一个人不是御坛 而是一个叫连玉的女人 她是官窑里的一名杂役 肚中还怀着李江天的孩子 第二个被杀的人才是你的师父一谈 泰道想让马峰举报李江天 然而马峰却晕了过去 等泰道打了一壶水回来 已经见不到马峰的身影 与此同时 吴沈将娘亲的往事告诉了锦儿 连玉是自己的室友 他与一谈心心相应 然而连玉被逐出官窑前 他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却是李江天 而且是一夜未归 锦儿来到娘亲死亡的桃窑 却又正巧碰到李江天 李江天问锦儿为何来此 锦儿淡然地回答 听说有一个叫连玉的女人死在这里 跟自己失明的事故地点相同 于是李江天问他跟连玉是什么关系 锦儿不想跟仇人泄露太多 只说那个女人是爹爹地助手 也因为这样 李江天依然不知锦儿是自己的女儿 他将对锦儿施加更加犀利地陷害 泰阁将这个吐桃碗当成至宝 越看就越爱不释手 其他精美的瓷器被他视为渣渣 到了夜里 泰阁还在端向这个破碗 觉得这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差距之美 他命手下一定要找到这个陶瓷匠 否则就得切腹自尽 然而 制作这个陶瓷的小女孩 此时正在朝鲜王宫参加比赛呢 比赛项目是三王子的药汤碗 国王分不出哪个更出色 直接让三王子试用一下 可三王子只浅尝了一口药 像是被义务卡住了喉咙 侧身倒地就晕了过去 王上得知这是遇到的碗 下令将遇到关入禁府大牢 此时王宫外又发生了一件事 火灵私下跟李江天交易陶瓷被航手发现 他竟然故人将航手打死了 还伪造遗书当上了航手 然而陶瓷是人瓷的政治资金来源 火灵和李江天等于是断了人瓷的财路 于是人瓷干脆到王上那里控诉 说是李江天和儿子遇到谋害王子 国王为了哄爱妃开心 直接下令搜罗遇到的罪状 不久后 遇到被发现使用海边的泥土 正好三王子对海鲜过敏 于是国王宣布遇到犯了谋逆罪 李江天赶紧出来维护儿子 结果圣怒之下的国王 却说李江天也有失职之罪 李江天去求人瓷 可人瓷却不理他 他转而又去求利盼 利盼和人瓷向来是一伙 他嘲笑李江天当年用桃花片连狱之诱 害得灵产的光海君生母过敏而死 现在不过是遭到报应而已 等到李江天去一镜府探望儿子 才知道海泥本来是锦儿跟火灵购买的 两人觉得自己被锦儿设计 偏偏现在又拿不出证据 李江天只好又去求人瓷 可他与其说是求 不如说是胁迫 他竟用人瓷主谋秘脉陶瓷的杖短威胁对方 人瓷自然不吃李江天这一套 他又去找国王 请求直接将遇到斩首 国王一听立马就同意了 李江天实在没办法 只好去求锦儿 这次他还真求对了人 第二天遇到被押往刑场 然而锦儿却对大王说明 自己跟火灵买了海泥 是火灵私下将海泥给了玉道 并且玉道还偷了自己制作的诱料 所以如果不是这些巧合 今天被斩首的人就是自己了 锦儿的意思是 大家都不知道三王子有钱麻疹 所以这只是无心之过而已 就这样 法场上的玉道获得免死 两父子再次被押到大王面前 国王骂他们不知廉耻 然后急了两人的职务 形成鲜明对比的事 施工当上了官瑶的一把手 锦儿则被大王正式任命为女辞将 两人觉得这是奇耻大辱 决定对锦儿下死守 李江天去找刺客马峰 让他负责杀了锦儿 然而这天夜晚 善疾的火灵却对锦儿下手了 他将锦儿引诱进日本人的陷阱 偏偏太盗和二王子及时出现 他们就走了锦儿 太盗是破火灵的歹毒心机 他对火灵失望极了 不久后 李江天抓到了机会 他听见锦儿告诉施工 自己即将出门祭奠跌跌 可当马峰想要杀锦儿时 却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 他被太盗和二王子当场抓获 监狱里 憎恨李江天的马峰对锦儿坦白 自己想杀锦儿也是为了报复李江天 因为锦儿是李江天的女儿 锦儿听闻真相大惊失色 没想到自己憎恨了这么久的人 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可当锦儿刚刚离开 马峰就被人下毒害死了 锦儿回来后 他跟施工哭诉了自己的身世 日本那边 太阁还在用锦儿的碗喝茶 他说既然抓不到一个陶瓷将 那就派兵攻打朝鲜 这样自己就拥有了朝鲜所有的陶瓷将 而日本人告诉火灵 如果再抓不到锦儿 那就让火灵陪自己一起死 于是火灵给日本人推荐了李江天 李江天听说日本人竟然喜欢那种破碗 他说自己一天就能制作出几十个 结果人家打算连他一并带到日本 锦儿主动上门找李江天 遇到却将锦儿赶走 失落的锦儿没走几步 却又正好撞到了李江天 他说他特地来告诉李江天一件事情 二王子准备要对他进行抓捕 李江天却觉得很奇怪 为何你突然会对我这么好 锦儿之无说出自己是李江天的女儿 然而李江天觉得锦儿胡言乱语 锦儿回到工房后 李江天却又追回来了 他说自己想了半天 终究觉得对不起一谈 想约锦儿明天一起去一谈目前谢罪 锦儿这次真的信以为真 这天晚上 二王子带人冲进日本人的老巢 终于将勾结外族的李江天逮捕了 他告诉父王日本人可能会攻打朝鲜 可国王却觉得无稽之谈 第二天 锦儿外出之后久久未归 叔公猜到是李江天又在加害锦儿 他质问李江天为何这么歹毒 非要将亲生女儿置于死地 这时李江天才知道 锦儿竟然是连狱生下的孩子 痛苦的他几乎透不过一口气来 施工走后 李江天一直在狱中痛哭 直到他哭够以后 才突然想到 锦儿会在墓地被日本人抓走 于是大叫向狱卒求救 二王子负责调兵 太盗一个人先行出发 天黑以后他找到了锦儿 一个人打败了几个打手 准备带锦儿逃跑时却中了飞镖 他选择继续带伤逃跑 不久后 两人躲在一个草屋之中 日本人又围过来了 太盗叫锦儿去找援军 他说他稍后就会追上锦儿 然而锦儿跑开之后 太盗受到了致命的刀伤 锦儿找到二王子后回来找太盗 却发现太盗已经奄奄一息 在锦儿的怀中闭上了双眼 锦儿回来后痛骂李江天 李江天一句话都不敢反驳 日本军队真的登陆朝鲜半岛了 眼看两天后就会攻到汉阳城 昏庸的国王却决定投奔辽东半岛 去找大明皇帝为自己做主 百官苦苦哀求却也无济于事 即将举行的世子册封典礼也不办了 大王子一看父王要逃走 他直接跪下来称呼二帝为世子 想着这样日本人就不会来抓自己 两天后 日本人果然攻到了汉阳 于是李江天等犯人就这样被放出来了 父子两人摇身一变 第二天就成了日本人的走狗 他让官邀的人不许停工 要继续给日本人生产陶瓷 遇到劝父亲不要为一族卖命 然而李江天却说 咱们在朝鲜已经没有立足之地 半夜 锦儿等人想要逃走 却又正好被李江天抓个正着 他们被关在陶瓷仓库里 等着准备被送到日本 施工没有办法 他只能去向遇到求助 遇到得知锦儿是自己妹妹 于是他又将锦儿放了出来 转眼锦儿就去找二王子寻求支援 第二天 日本人找不到锦儿 他们要杀遇到 李江天为儿子挡了致命的一刀 这一幕正好被回来的锦儿看见 他终于还是叫了李江天一声父亲 与虎谋皮的火灵落了个一无所有 他现在已经疯了 姓成军病逝 大王子被俘虏 明明拥有三个王子 却只有二王子还在抵抗日本人 国王在鸭路江一带被明军挡住 心灰意冷的他想将王位缠让给二王子 众臣却又不同意他的做法 日本人要锦儿跟自己回国 否则他们三天就会杀一个官瑶的人 锦儿看淡了一切 他同意前往日本会见天皇 条件是日本人放过官瑶的人们 锦儿更遇到告别 却不愿意叫遇到一生哥哥 正在打仗的二王子听闻锦儿离开 等他追到码头 只能远远看见帆船的影子 李永宗 马嘯 媳愛 醋